马六甲的石干斑台盛产鱼虾 而烧鱼也让许多外地人慕名而来 然而连接鱼人码头和村镇的桥梁 因为交通的负荷量太大 已经开始裂开 而且裂缝还越来越大 上百名的渔民就担心 这一座危在旦夕的桥梁 随时都会坍塌 造成人命伤亡 市录坚的地人 为了使用再建筹地没有养成人 所以在它地区已经有了的 地区也有很多个文化 地区也有了 did人的工夫 那么被运动的公约 所以如果总是 车弦运动靠地区 让我们变成交通的 我们发现了 连接鱼都将成交通的 可能能超过 我们的发生了 连接鱼都将棕与的 因为巨大 school 工夫的小孩 把寠附近的 在线窦里 除了当地居民每一天使用 桥梁通行 许多游客也会走到桥上 通往烧鱼美食中心 而仰虾场和房屋工地的重型车辆 也会进出行驶 居民多次要求有关当局修建桥梁 就连马六甲前首长 纳杜斯里苏来曼 在去年前来巡查 但是之后都没有下文 他们希望当局能够及时处理问题 不要等到出事后才亡羊补牢